财供养就罚供养 这经书是罚了 罚吧 送给别人看 你运输要钱 所以这个一局 就连得了财罚两种供养去除 他老人家一生干这个事情 我学他 所以一生不改妙 那么我在澳洲 建了一个金宗学院 这个道成这是逼不得已 因为早年在台湾 我们有一个图书馆 范围很小 大概我们图书馆的面积 好像也只有现在学会这么大 可能还没有这么大 是很小的一个地方 那么是韩阴馆长主持 他主持的时候 我是不问世的 所以我一生不管人 不管钱 不管世 都是他一个人管 所以有一些人在图书馆出家 他跟他出家不是跟我出家 那么他往生了之后了 这个图书馆的财产 是用他自己的名字登记的 所以他的儿子就有继承权 儿子把财产拉回去了 那我们这些人没地方走了 所以这逼不得已进一个道场 供养这些出家人 使他们虽然跟韩馆长的时候 也不至于流利世俗 我在那里建个道场 我们也是报馆长 互发正恩 他给我们三十年 这样子安定的一个学习环境 使我们有成就 所以我们建一个道场 是专门为他们盖的 要不然我一生绝不会建道场 那我们今天红阀 有这么大的房间足够了 我那个摄影棚里面去看看 很小啊 对全世界 全世界受得到 这可多自在啊 花的钱很少 这个效果很大 我到日本 这个日本人看到我所做的 这些事都非常羡慕 都很赞叹 花小钱做大事 没有到场 去年我在曼谷 参加联合国的会议 介事聊这个曼谷 这个查瓦利将军 他是这个泰国的副总理 带我去看小陈新建的一个如来寺 哦 那个道场就被我很大 啊 那个建筑的形式啊 真的是现代化 啊 他不是宫殿的建筑 他是用那个像非礼物形的那种建筑 圆形的啊 圆形的像一个盘子盖子 四个这样圆形的大建筑 每一个建筑下面可以容纳十万人 你说这规模多大 啊 这小城寺庙啊 最新的 这个真是像现在科学一样的 这是科技技术的建筑啊 待会儿就参观了 我一参观这么大的道场 哦 他还没完工 第一个建完了 还有三个啊 还正在施工当中啊 所以主持方丈就问我 法师啊 你的道场在哪里啊 我一看他那么大的道场啊 哎呀 我只好说了 法师啊 我的道场在天上 正好呢 他们这个门口啊 有两个很大的天线 中国人叫锅 最大的 有两个大天线 我告诉他 这个天线可以收到我的道场 可以看到我的道场 到他的天上 所以这是这个 这个不失功德了 不能说不好 也不能说 这个都是好 主要的要看 这个修行人 道场里面的注重 真正有真修行的人 那是真实功德 要不是真修的话 那那就有问题 就是我们自己要多多多